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星期二公開審判 判處華融前董事長賴小文 干犯受賄、貪污、重婚罪 被判處死刑、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且沒收全部個人財產 賴小文被指通過直接或間接關係 在2008到2018年間非法收售 索取超過17億8800萬元人民幣的財物 而且合法婚姻全續期間 與第三人以夫妻的名義同居 並且育有兩個私生子 法院說賴小文目無法紀 受賄犯罪數額特別巨大 情節特別嚴重 主觀惡行極深 屬於典型的不收臉、不收手 使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特別重大的損失 造成極大的社會危害 依法給予嚴懲 這次亦在內地2019年之後 再度將貪官判處死刑 有線電視記者 張慧聰報道